好的,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虽然复活节已经过去 但是对每个信主的人来说 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复活节 哈利路亚 因为主耶稣的确从使你复活 阿们 而我们信靠祂的人 无时无刻的 让我们都来经历 让我们也都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吧 哈利路亚 而让这复活大能真真实实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命里面 来彰显 来触摸 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因此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来看第十八到第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八节开始 这里说到 耶稣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骨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耶稣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骨儿 我不抛弃你们 我与你们同在 我必到你们的当中 十九节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哈利路亚 这句话说 因为主耶稣活着 我们也要活着 感谢主 二十节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感谢主 我们做个祷告 主耶稣 感谢你的话语 感谢你的应许 感谢你真真实实的 与我们同在 在这时刻 主啊 你的高膜 领到你的仆人身上 也领到你的百姓身上 叫传讲的 和领受的 都一同得着 生命的改变 哈利路亚 因此 圣灵啊 恳求你大大的运行 在我们的心里面 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眺望我们的心心 叫我们 在你的同在里面 领受你属天复活的大能 哈利路亚 在我们生命里面 带来复活 带来健康 带来生命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恭敬的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一段话 乃是耶稣基督 在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所分享的 是的 在耶稣基督 上十字架之前 在那最后的晚餐里面 耶稣对他的门徒 来说了这一段话 何等宝贵的一段话 因为在这最后晚餐之后 他们就要到克西马尼园里面去祷告 然后呢 就有犹大的出卖 然后就有兵定们前来抓拿他 然后耶稣就要面对 那不公义的审判 犹太的宗教领袖们 因为妒忌 要陷害他 于是他做假见证 然后要定他的死罪 然后就有耶稣面对了 种种的折磨 毒打 被那些兵士们 被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的辱骂 以至最后他上了十字架 而这一切 主耶稣预先都已经知道 而且他更加是预先已经知道 已经晓得 他要从死里复活 哈利勒亚 感谢主这不是一厢情愿 而是实实在在的 有复活的大能 耶稣在这一切还未发生之前 就先向门徒来说 他要安慰他们 他要鼓励他们 他要确定他们的信心 而的确这是何等的安慰 这是何等的鼓励呢 虽然耶稣 他要在坟墓里面 那三天的时间 一切似乎结束 一切似乎黑暗了 可是耶稣要从死里复活 他也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永远活着 今天弟兄兄妹们 让我们再一次的要明白 这从死里复活 不是苏醒罢了 并不是如同福音书里面 或是在现今时的 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见证 就是有一些人死了 但是呢 这座主的大能 他苏醒过来 他复活过来 感谢主 但是严格上来说 我们可称之为苏醒 因为他们虽然从那一个 必死的疾病或是状况里面 他活过来了 可是之后呢 他年老的时候 他还是要死亡 可是这耶稣的 从死里复活 却是那出俗的果子 并且是要应许给 所有信靠他的人 乃是从死里面 真真实实的复活 以后永不再死亡 哈利路亚 永远的 永远的 活着 而耶稣真的 就是战胜的死亡 从死里复活 永远活着 因此弟兄姊妹们 今天或许 如果你的世界 似乎是崩溃了 似乎一切都走向了黑暗 走向了可怕的危险 似乎一切都失去了 似乎没有盼望了 可是我要你知道 因主耶稣活着 哈利路亚 我们也要活着 感谢主 而我们的生命 所面对的每一个挑战 我们都有着复活的能力 复活的突破 感谢主 因此呢 耶稣的生命 战胜了死亡 耶稣的光明 吹散了一切的黑暗 耶稣的慈爱 耶稣的盼望 感谢主 打破了一切的绝望 而是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真的是有 复活的大能 复活的盼望 对于那些门徒来说 这是何等的安慰 何等的盼望啊 因主耶稣活着 因此那门徒们 他们也活着 感谢主 而他们的生命 也得着了全然 全然的转变 从原本的惧怕 原本的懦弱 逃跑 原本的无助啊 好比是孤儿一般 可是主耶稣 毕先就已经告诉了他们 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因为耶稣从事里复活 也的确 哦 向门徒们来显现了 而他们的生命 完全的改变 惧怕变成了星星 哈利勒亚 他们的懦弱变成了勇敢 他们的无助 变成了圣灵高摩里头的权柄 能力 神使用他们 哦 把福音传遍普天下 把当时的时代 真的是翻天覆地的 全然改变了 感谢主 然后 哦 快速的来到了 我们今时今热 感谢神 从那开始的 哦 那微小的开始 直到今天 全世界 感谢主 十分之一的人 乃是 哦 敬拜耶稣 口称耶稣为救主的呢 而且 每一天 灵魂得救 每一天 福音传扬 每一天 教会被建立 感谢主 因为 耶稣活着 哈利勒亚 因为 耶稣复活了 感谢主 我们有这盼望 而且把这 复活的福音 传扬开来的时候 的确就看见 生命的改变 看见 哦 世界的改变 哈利勒亚 是的 因主活着 我们 也要 活着 哈利勒亚 感谢主 那今天 弟兄姊妹 我们 知道 我们 也相信 可是让我们 更加的 要来 敞开心门啊 每一天 来 经历 每一天 来领受 主耶稣 复活的大能 而今天 奉主名 我要祝福你 奉主名 我邀请你 是的 来到主的面前吧 来信靠祂吧 来认识祂吧 来领受 来领受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奇妙的生命 是的 奇妙的生命 哦 乃是大胜的生命 乃是兴旺的生命 乃是复活的生命 哈利勒亚 因此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主题就是 你要活着 我们一起说 你要活着 哈利勒亚 那这个题目 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说 哎 我本来就活着啊 不然我怎么会坐在这里 可是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原来 哦 圣经向我们启示 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 其实我们乃是死的啊 哦 乃是死的啊 哦 因为在灵魂上 我们首先就已经死在 罪恶过犯里头 哦 原来我们没有耶稣的话 我们就没有生命 耶稣说 因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这我们也要活着的心 我们来信靠祂 来投靠祂 但若是我们不信靠祂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说 原来罪恶带来死亡了 在以福所书 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就是刚刚在中文的小组里面 我们查考的 刚好就是第二章了 那主缘们应该 还记得我们所分享吧 哎 在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你们死在哪里 过犯 罪恶之中 耶稣 祂救你们 活过来了 哈利路亚 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原本是怎样的呢 原本是死在 罪恶过犯里头 可是感谢主 耶稣 叫我们 活过来 我们来信靠祂 我们 哦 来仰望祂 祂就叫我们 复活过来 然后在第四节告诉我们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 感谢主 上帝的怜悯是怎样的呢 在属灵上来说是死的 在属灵上来说是死的 我们的灵魂呢 因为罪恶的缘故 原本呢 乃是死的 那你有明白 死并不是说没有 死并不是说没有 知觉罢了 死主要就是隔绝了 哦 隔绝了 而原本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生命 与上帝隔绝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犯罪 得罪上帝 得罪人 因为我们的罪恶的缘故 我们的灵魂是死的 而我们可能很有宗教 可能我们可以去 去做这个 去做那个 我们可以拜这个 拜那个 可是这一切呢 都不能够抵达 哦 这永活的真神啊 因为我们的灵魂 乃是死在 罪恶 过犯 你头呢 因此呢 哦 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头呢 就充满了种种的死亡啊 哦 我们的 的 的情绪上 我们的思想上 有好多的 这罪恶 这堕落 这死亡的 这些 这些因素在你头啊 因此我们内心里面 充满着惧怕 充满着苦毒 充满着焦虑 充满着 种种的 种种的 这些死亡的元素啊 我们的灵魂 原本 是死的 树林上来说 我们原本 是死的 而且呢 第二点 我们的身体上 也是死的 虽然我们肉身 还 还在 哦 我们看见 在世界上很多 还有很多人 还没信主的 哦 他们肉身 还在 可是 其实 在身体上 死亡都已经开始了 不是吗 哦 每一天 从我们诞生开始 每一天 我们的身体呢 哦 乃是渐渐的衰老啊 哦 我们的身体 乃是渐渐的软弱啊 哦 每一天 哦 我们乃是面对了 疾病 面对了病毒 面对了 这种种的 身体上的衰老 死亡呢 甚至整个大自然界 都跟我们过不去呢 是不是 哎 那你说 哦 大自然界 为什么这么 这么跟我们过不去 因为首先 是我们先跟大自然界 也过不去啊 因为我们的自私 因为我们的犯罪 我们也是 更进一步的 破坏了 这大自然界呢 原本因为 人的罪恶的缘故 我们把疾病 把死亡 把破坏 带入了这自然界 然后更进一步的 我们的自私 我们的破坏 让大自然界 哦 更加是产生 种种的破坏呢 所以每一年 哦 都有不同的 这些病毒啊 这些 这些病毒 被从这个大自然界里头 被释放出来呢 是谁释放的 人类啊 是不是 因此呢 我们看见 这哦 闹得 全世界的这个 这个疫情呢 这个病毒呢 并不是一个 偶然的事件 也不是唯一的事件 更加不是 最后的事件啊 这疫情还没有结束 这些世界的 卫生专家 都已经在提醒 都已经在警告我们 告诉我们说 以后 还会有其他的病毒 还会有其他疫情 这并不是消极 这并不是恐恶 而是真正实实的 所以在人类历史上 我们不断地面对着这一切 在身体上 虽然现在我们还在呼吸 但实实在在的 我们身体上都已经 面对了死亡 也进入了死亡啊 属灵上 是死的 身体上是死的 而且 永恒上呢 永恒上呢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继续不信主的话 然后身体上也 结束了生命的话 那我们就进入了 永恒的死亡呢 是的 圣经告诉我们的 罪人必要遭受审判 是的 公义圣洁的宇宙的主宰 我们的上帝 他必须要来维持公义呢 他必须要来审判罪恶呢 所以 如果我们 离开了这肉身的生命 而我们仍旧不信主 仍旧在罪恶里面的话 让我们就进入了 永恒的死亡 永远的与神隔绝 永恒的 那是在地狱 受刑罚 为我们的罪恶 受痛苦呢 那就是可怕的 永恒的死亡 但是 今天好消息就是 耶稣说 因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哈利路亚 也就是说 他给了我们一条道路 他给了我们一个方法 他给了我们一个拯救呢 这个拯救就在于耶稣本身 我们来信靠他 而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已经信靠了他 有没有 阿们 哈利路亚 因此在耶稣基督里面 虽然 以前我们是死的 属灵上是死的 身体上是死的 永恒上 也是面对着死亡 可是如今 如今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的生命 已经活过来了 哈利路亚 而同样的 首先 在属灵上 我们活着了 阿们 是的 我们属灵上 我们的属灵上 已经复活了 感谢主 因此耶稣告诉我们说 你要在灵里面来重生 你说 哎呀 重生 怎么又钻回 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吗 不是 并不是肉体上的 而是首先 灵魂上 要重生 怎么重生 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 是的 耶稣饶恕我们的罪恶 叫我们的灵魂 活过来 活过来 好让我们可以与神沟通 好让我们可以敬拜神 好让我们可以来到 上帝的面前 来敬拜祂 弟兄姊妹 我们来敬拜神 你知道吗 这是何等的福分 这是何等的权柄 并不是说 我们想要有就有 并不是随随便便的 我们来敬拜祂 感谢主 因为我们灵魂重生了 得救了 因此我们来的时候 感谢主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蒙愿 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可以敬拜祂 可以称我们的上帝 为我们的天父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如果灵魂仍旧死亡的话 我们可以来到教会 我们可以开口唱十个 可是我们心灵 其实离神如此的遥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灵里面 我们灵魂里面 若是不重生 若是不信靠耶稣的话 那我们就仍旧是以神隔绝 我们可以有这一切外在的事情 可是心灵有没有活过来 心灵有没有请进上帝呢 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 哈利路亚 是的 因主活着 我们在属灵上 在灵魂上也活过来了 感谢主我们的灵活过来了 而且呢 我们里头一切的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志 这一切也都活过来了 感谢主 我们可以战胜 以前那种种消极 负面 那些死亡的那些情绪 那些苦毒 我们可以被耶稣的爱 所冤魔 然后换为饶恕 换为慈爱 哈利路亚 一切的焦虑 一切的惧怕 是的 我们被耶稣的平安来取代 我们的心里头 真的有个改变 虽然我们同样 可能还会面对一些极大的挑战 可是我们带着喜乐 我们带着平安 我们带着盼望 带着信心 我们来面对这一切 哈利路亚 我们里头活过来了 我们里头有力量了 我们里头 不再像以前那样 充满着死亡 充满着这些败坏 这些破坏的事情 今天里头乃是满有圣灵的同在 满有圣灵所结出的果子 满有这些复活的生命啊 我们的灵魂活过来了 感谢主 是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你活着吗 哈利路亚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灵魂活过来了 而且我们在身体上 我们也活着了 阿们 哦 身体上也活着了 那并不是说我们的肉身呢 就没有尽力死亡 信主还是有离开这人世间的时候 哦 一直到等主耶稣再来的那天 那现今暂时我们肉身 还是会离开人世间 但是感谢主 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 我们的肉身已经 哦 先一步来品尝 属天的 属天的健康 属天的能力 属天的生命了啊 感谢主 虽然我们还是要面对病毒 面对疾病 我们的身体 虽然还是会衰老 可是 已经有了一个奇妙的转变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身体所面对的那些衰老 那些疾病等等 我们可以战胜它 是的 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改变 首先 你们发觉到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的生活习惯 应该是有了突破 阿们 那你生活习惯改变 首先从自然上来说 你们有想到说 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呢 哦 以前如果你有吸毒 如果有抽烟 如果有酗酒的话 你的身体是不是被破坏了呢 那如今在基督 耶稣基督里面 那你的这些坏习惯都改了 那首先 你的身体是不是要更健康呢 而且更宝贵的就是 圣经告诉我们的 主的喜乐是什么 是我们的力量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们虽然工作 我们会疲乏 虽然热情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会腰酸背痛 但是记住了 主的喜乐 阿们 主所赐的喜乐 哈利路亚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喜乐 只有两个人有 糟了 哦 弟兄姊妹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真的有喜乐啊 哈利路亚 而主的喜乐是什么 就是我的力量 阿们 是的 哦 让我们一起来说吧 主的喜乐就是我的力量 来 一二三 主的喜乐 就是我的力量 阿们 哦 是的 如果你觉得没有力量 那弟兄姊妹 哦 你每一天要对自己来讲道 每一天要对自己来宣告 主的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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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就是我的力量 哦 当我觉得烦躁 当我觉得无助 当我觉得受不了的时候 主的喜乐 主的喜乐不是靠环境 哈利路亚 主的喜乐 那是因为我的救主活着 阿们 所以在最糟糕的环境里面 我靠主 我选择喜乐 哈利路亚 于是就成为我的力量 而正言告诉我们说 诶 一个喜乐的心 乃是什么 乃是医治的良药 原来 原来 哦 神给我们预备了 神奇的良药呢 什么药 喜乐的心 哈利路亚 当我们靠主喜乐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 当你的情绪 恢复了 哦 积极 恢复了 健康 那你的身体 也要大大的突破 也要大大的健康呢 是的 这是真实的 哦 医学界 在这过去 哦 二三十年里面 哦 才发觉到 原来人的情绪 直接的 影响了 我们身体的健康啊 的确 如果你抑制的 很多这种 负面的情绪 你的身体 健康 要被破坏 但是反过来 当你心境能够开朗 心境能够快乐 心境能够光明的话 你的身体 要健康啊 那弟兄姊妹 虽然 人们知道这个 可是 做不到 活不出 为什么 哦 情绪 死亡 哦 还是 身体 面对死亡 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一切 转变过来了 感谢主 我们灵魂复活 哦 我们的身体也复活 哈利路亚 因此呢 有主的喜乐 叫我们身体 也要大大的 更强起来 而且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当我们 面对疾病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病毒的时候 我们可以奉主名 我们可以祷告 哈利路亚 耶华 拉法 上帝 我们的医治者 仍旧 还是真实的 仍旧 还是 医治我们的 感谢主 弟兄姊妹 哦 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医生 当然可以 我们当然可以吃药 耶稣说 有病的 才需要医生 而感谢神 有医学界的发达 哦 帮助了 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好多的医学界的 哦 是基督徒啊 感谢主 这是归荣耀给神的 但是你会发觉到 我们在吃药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祷告啊 阿们 你做饭前 谢饭祷告 你吃药之前 也要祷告啊 那你去看医生的时候 让我们的信心 不是在人 人就是在上帝身上啊 而且 还有好多 好多的状况 疾病 我们需要神的触摸 阿们 我们需要神奇妙的来触摸 奇妙的来医治 而感谢神 耶稣 祂仍旧是我们的大医生 阿们 耶稣仍旧是我们的医治者 而且 祂把这医治的权柄 给了教会 阿们 叫每一个信靠祂的人 可以奉主名 因着耶稣的圣明 胜过一切的疾病呢 因为天上地下 没有其他的名字 唯有耶稣的圣明 能够带来救恩 而这救恩 不只是灵魂上 也是身体上呢 而耶稣基督的圣明 高过所有的疾病 阿们 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也吩咐我们 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教会来 哈利路亚 让教会的长老 就是牧者 领袖们 为你按手 某游祷告 神要医治 哈利路亚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去传福音 我们去传福音 奉主名 哈利路亚 我们为病人祷告 所按病人 病人 救病好了 是的 这是医病的权柄 这是神应许我们 吩咐我们 所当行的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呢 让我们 哦 要抓住神的话 让我们要先靠 上帝的应许 哈利路亚 是的 而且圣灵也吃下 那医病的恩赐 是的 那不管我们 有没有医病的恩赐 我们奉主名 祷告就是了 阿们 是的 我们多祷告吧 多相信吧 你就会看见 神怎样值得来 触摸我们的身体 阿们 几天前 中国一位 胡弟兄 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老实说 第一反应 我是有点担忧 为什么呢 哎 让我先来说一说 他的见证吧 这在两年前 两年前 那我们去中国 短宣去服事的时候 哎 我们 就是遇见了他 也不是遇见 就是他特地呢 哦 他就特地 来到我们聚会的当中 他来到我们聚会当中 要我们为他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当时 他的胃呢 有那个癌症 而已经扩散到他的肺部 就是 就是很严重 很默契的 一个状况 那他认识了 哎 马弟兄 所以呢 他就来到了我们的聚会当中 而当时我还记得 他来的时候 我们聚会已经结束了 其实那时 就是已经晚上了 但是 后来我们就安排了时间 那我就跟他 还有他 跟他一起同来的 另外一位弟兄 还有他的太太 我就跟他们三位呢 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说我们先分享神的话语吧 因为神的话语 才能建立我们的信心 哈利路亚 跟他分享了神的话语 鼓励他 然后呢 才为他祷告 哈利路亚 哦 是的 因为一直来自耶稣 阿们 哦 我们不看人 可是我们看耶稣 哈利路亚 看耶稣不会错 看人令人失望 看耶稣不会失望 奉主名为他祷告 然后呢 三个月后 我们又回到中国 另外一个城市 而那一次呢 诶 他也 哦 特地的 从他所在的地方 跑到那个城市呢 去参加我们的聚会 然后 诶 在我们休息的时段 他跑来 跟我做见证 他说 神很奇妙 哈利路亚 神真的很奇妙 因为 哦 他祷告之后 回去之后 他回去 回去做检查 结果发觉到 诶 医生所不能够做的 耶稣能够做 阿们 那 他就 他的当时呢 就三个月后 他 他回来做见 他当时呢 那个癌症呢 还没有完全清楚 可是呢 就他回去复诊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说 诶 你头的情况 那些肿瘤呢 萎缩了 而且他们有个指标 那 就从 66 降到了 26 就是说 很大很大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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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呢 哇 他就非常的喜了 他就特地的 诶 去到 那 第二次那个城市呢 不只是参加剧 而且是要来分享 这个见证 那我们也再一次的 为他祷告 那这是两年前 之后呢 我就 没有联系他等等 所以几天前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老实说 心里面 第一反应是 哎呀 是不是 又什么状况 需要祷告啊等等 可是 感谢神 我们人可以小心 但是呢 哦 我们的上帝 却是信实的 阿们 那 电话中他告诉我 说感谢主 我完全好了 哈利路亚 哦 是的 哦 是的 他完全好了 那他打电话来 是来报喜讯 而且他就问我说 牧师啊 你几时过来 那我告诉他 现在因为疫情严固 暂时不能出国 暂时不方便过去呢 可是他说 哦 希望 哦 早了 哦 看到你 回到我们当中啊 等等 所以感谢神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在绝望中 哦 在绝望中 我们可以看医生 我们要看医生 然后 我们该做的治疗 我们可以去做治疗 但是在这一切当中 让我们认定耶稣吧 是的 认定耶稣 让耶稣来触摸我们 在耶稣有盼望 我在跟你分享一个见证 好几年前 在中国的南部的另外一个城市 我们去那边 哎 主持聚会 去那边传讲神的话语 然后 是在一个 一个家庭里面 来来聚会 那 有一个姐妹呢 就是当时就好多人 出来祷告啊 等等 那他们 就一出来 就全部跪在地上 那跪在地上的时候 那我为他们祷告呢 哎 我就很快速的 一个一个按手就祷告 然后就是 看圣灵怎么感动 那么就一句话 就来宣告 那 心里面感动 有了不同的状况 就 就这样子的 平信心 奉祖名 为他们祷告 然后那个姐妹呢 当时我按手的时候 我就 一句话说 奉祖名 上帝意志你 然后我就 就继续为其他祷告 然后那姐妹呢 他就带着一个 很大的渴慕前来 然后他领受那一句 祷告之后呢 他就相信说 神医治我 哇 很奇妙 哎 原来呢 他的子宫里面 有长了 忘记是两颗 还是三颗瘤 总之呢 就是有两三颗瘤 在他子宫里面 那他带着一个 很大的渴慕前来 因为医生告诉他 说必须要 窃除子宫了 然后医生就就劝他说 反正你 你都有孩子了 那你 那窃除子宫也没什么啊 等等 可是 谁愿意 谁愿意去开那一刀 去 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他带着一个渴慕 神啊 求你触摸我 而当时 当 哦 圣灵感动 为了做这样的一句话 只是一句话 祷告 奉主名医治你 然后 他就带着信心 结果那一天聚会过后 他做什么呢 他就去医院 去找医生 说请你为我做这个扫描 结果就真的做了扫描 扫描出来之后呢 那个医生说 哎 你 你来做扫描 做什么 他就跟他提说 哦 你头有这个瘤啊 什么等等 然后医生看了 那扫描的那个 结果出来说 没有啊 你头什么瘤都没有 然后呢 那姐妹就说 哦 感谢主 哦 神里经医治 然后那医生 应该就是不信神的 然后就不明白 然后就说 为什么 你会来这样子的 做这个检查 他说 因为之前扫描 显示你头 有这个肿瘤 然后 医生就说 哦 可能之前扫描错了 然后 很有意思 就是这位姐妹 就看着那位医生 告诉她说 医生啊 上一次就是你 帮我做的扫描 然后这位医生呢 就 就 就 真的去找那资料 就把那个资料 调出来 然后两 两个检验报告 一对比的时候 医生哑口无缘 因为之前的 那个检验报告 明明 白白的显示出 那个肿瘤在你头 然后呢 哎 现在 完全没有了 结果 那个姐妹 带着感恩 带着两份报告 就回到了 那个 那个家庭聚会里面 大概就两份报告 回到家庭聚会里面 然后 他就先跟他 传道人说 我可不可以做见证 然后传道人就 就 以前就问我说 牧师啊 哎 有姐妹要做见证 可不可以 我说当然可以啊 然后 就是在聚会里面 他就 哦 拿出两份报告 做见证 分享 耶稣基督的大人 阿们 哈利路亚 是的 耶稣基督的大人 耶稣 人就是一致者 阿们 当我们无可指望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认定他 仰望他吧 感谢神 奉主名 耶稣为你行神迹 阿们 是的 因主活着 我们也要活着 属灵上 我们活过来了 让我们在身体上 也要活着 哈利路亚 是的 让我们里头一切的软弱 我们奉主名 求主 刚强我们 求主 医治我们 求主 改变我们吧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的确 身体上 我们活着 当然 在永恒上 我们也活着 哈利路亚 是的 信耶稣 有永生 而这个永生 让我告诉你 不是等到将来上天堂 才开始 而是当你信靠 耶稣的那一刻 我们灵魂重生的时候 永生 已经开始了 哈利路亚 所以现在 你相信耶稣了 你灵魂重生了 你得救了 你知道吗 你已经拥有了 永生 哈利路亚 换句话说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要永远活着 感谢主 而这永远活着 再次你要明白 死亡并不是消失不见 死亡乃是被隔绝 因为罪被隔绝 离开上帝 不能亲近神 因为罪的缘故 永恒上 罪人要在地狱里头 那反过来 我们信靠耶稣之后 我们复活过来 我们有永生 哈利路亚 不只是说我们灵魂 要在天堂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我们的身体 要复活过来 复活过来 我们的灵魂体 要永远活着 哈利路亚 那就是永生 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已经有了 哈利路亚 因此呢 你要知道 每个信主的人 我们已经拥有了永生 因此我们不要惧怕疾病 不要惧怕死亡 因为死亡的毒钩 已经被打破了 哈利路亚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已经复活了 所以 著名的布道家 葛培里 大概三年前 2018年的时候 他回天家 那非信徒可能不明白这一句话 可是对信徒来说 是的 我们离开人 我们离开人世间 来是回到天父的家中 而正如之前 他经常说的这样的一句话 葛培里 他说 有一天 当你听人说 葛培里 死了 你千万不要相信 为什么不要相信呢 因为 我还活得好好呢 我只是更换了弟子 我只是搬家 从地上 搬到天上 阿们 阿里路亚 我只是从地上 搬到天上 现在我住在哪里 我住在上帝的家中 阿里路亚 而感谢主 2018年 他99岁的时候 回归天家 按人来说 死了 但是 认识耶稣的人 知道 我们只是 改变弟子 从地上 搬到了 天上 阿里路亚 因为我们 有永恒的生命呢 感谢赞美主 的确 因主活着 我们 也要活着 那我再说一件事情就是 活着 并不只是存在罢了 活着 并不只是说 活得多长 多久罢了 活着 更加是 我们 我们的 生命的 内涵呢 我们生命的 内容呢 更加是 我们生命的 品质呢 所以 我们在 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活着 属灵上活着 身体上活着 永恒上活着 而且呢 弟兄弟们 我们乃是 丰盛的活着呢 哈利路亚 所以在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节 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第十章 第十节 耶稣说 盗贼来 谁是盗贼呢 魔鬼撒旦 盗贼来 做什么呢 无非要偷窃 要杀害 要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人 得生命 并且 得得更 丰盛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姊妹们 千万不要被魔鬼所欺哄 如果魔鬼不能够阻止你来信主的话 那他就得欺骗你 让你信主了 可是呢 让你的基督徒生命活得如此的痛苦呢 活得如此的 如此的麻木呢 让你活得 好像生不如死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有永生 有生命 有喜乐 有大能 哈利路亚 我们的生命 是丰盛的生命 是不一样的生命 虽然我们面对挑战 面对问题 可是 奉主名 我们真的 能够战胜这一切呢 因为 我们乃是丰盛的活着 哈利路亚 怎么个丰盛法呢 很快的 三个方面 第一 我们有丰盛的得胜 哈利路亚 是的 信徒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乃是得胜的生命 哈利路亚 得胜谁 得胜魔鬼 阿们 哈利路亚 得胜世界 也得胜一切的罪恶 得胜我们的肉体的情欲 是的 也得胜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 生活中有挑战 可是奉主名 我们得胜 奉主名 我们能够胜过 奉主名 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挑战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侧身露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这里列出了 你可以想象中一切的 生活中的一切的挑战 那不管你面对的问题 是哪一种类 这里都已经概括了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能够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 而且在这一切的问题里面 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吧 然后第三十七节 来一二三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世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靠着那爱我们的主 耶稣爱你 你知道吗 那你爱不爱耶稣 爱 阿们哈利路亚 是的 我们也来爱耶稣 靠着那爱我们的主 我们所爱的主耶稣 在这一切的世上 我们得胜有余 不只是得胜 而且是得胜还有余呢 足够有余呢 哈利路亚 大大的得胜 完全的得胜 所以弟兄姊妹 在一切的困苦患难当中 抓住神 相信祂的话 告诉自己 我是得胜有余的 哈利路亚 我是在这问题之上的 阿们 因为我们怎么看自己 真的影响了我们怎么来面对问题呢 如果我们看自己为那软弱的 无助的 看自己为那失败的 看自己为那被魔鬼踩在他脚下的 那你就糟了 因为你这么想 你就真的 就 哦 服在这困难底下 但是今天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哦 带来光明 带来自由 神的话语说 你不是被魔鬼踩在他脚下 反过来 奉主名 我们乃是把魔鬼撒旦 踩在我们的脚下 阿们 这句话不是牧师说的 这句话是上帝说的 哈利路亚 这句话是圣经说的 这句话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魔鬼撒旦 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战胜魔鬼 而且是得胜有余 哈利路亚 奉主名 魔鬼要逃跑 奉主名 我们乃是站在问题的上面 哈利路亚 得胜有余 丰盛的得胜 而且呢 也是丰盛的兴旺 感谢主 第二个方面 哦 我们丰盛的活着 怎么个丰盛呢 也是丰盛的兴旺 在约翰三书第二节 约翰三书第二节 再一次的我们一起来读吧 哈利路亚 一二三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是使徒约翰的祷告 但是你要记住 乃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 所做的祷告 换句话说 这是上帝的心意 阿们 这是上帝要我们相信 这是上帝要我们领受的 而这里提到说 你要凡事兴盛 这个兴盛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成功 就是兴旺 就是足够有余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富足 但是这个富足 不一定是金钱上的富足 而是在凡事上 我们能够足够有余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而且这里很奇妙 就是这里 上帝应许什么呢 就如你的灵魂兴盛 也就是说 首先你灵魂要兴盛起来 灵魂兴盛什么意思呢 在灵里头 我们认识耶稣 相信耶稣 而且不只是相信罢了 让我们真的全心全意地来爱祂 来投靠到灵魂成长 我们灵魂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成熟长大 当我们灵魂兴盛的时候 感谢主 结果是什么 这里说 你的身体要健壮 阿们 是的 奉主名 身体要健壮 哈利路亚 而且凡事要兴盛 也就是说凡事 我们都看见神的祝福啊 不是说就不会遇见问题 而是遇见的问题 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足够有余 得胜有余 凡事都要兴盛 而这包括了在财务上 金钱上 感谢主 神没有允许我们 每个都成为百万千万富翁 可是神允许我们 凡事在物质上 金钱上 我们足够有余 哈利路亚 因为上帝真的是照顾他的儿女 阿们 是的 他可以透过你的工作来祝福你 他可以透过你的公司 你的老板来祝福你 他也可以透过那奇妙的作为 你意想不到的情况 他能够供应你的需要 耶和华 以乐 上帝 我们的供应者 在财务上 经济上 金钱上 他要我们兴旺 他叫我们足够有余 而且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头 在我们的身体健康上 在我们的工作上 在我们的每一个层面 凡事 哈利路亚 什么叫凡事 就是一切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方方面面 所有的种类 所有的层面 凡事 凡事兴旺 阿们 凡事兴盛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复活了 我们有复活的生命 属灵上 身体上 永恒上 而且是丰盛的 阿们 哈利路亚 是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丰盛的得胜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丰盛的来兴旺 感谢主 因此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 我们需要找工作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这些收入 我们需要有家庭方面的突破 不管是在哪个层面 抓住神吧 神啊 我需要你 哈利路亚 因你活着 让我在我的经济上 我的财务上 也要活着 哈利路亚 主啊 因你活着 让我在我的家庭里头 也活着 阿们 主啊 因你活着 让我在我的人际关系上 也活着 哈利路亚 让我在我的身体健康上 也活着呢 阿们 我们的主耶稣 我就故意选这样的一个标题说 你要活着 这是一个标题 更加是一个宣告 哈利路亚 让唯一我们每一个人 抓住这句话说 我要活着 哈利路亚 是的 就算是在困境中 就算是在危难中 奉主名 因主活着 我要活着 哈利路亚 是的 经济上 身体上 家庭上 不管哪个方面 奉主名 我要活着 的确 我活着 哈利路亚 丰盛的得胜 丰盛的兴望 感谢主 最后我们可以说 丰盛的神迹 阿们 的确 我们是奉了 又真又活的神 今天我们第一首诗歌唱什么 你是行神迹的神 哈利路亚 的确 我们的上帝是行神迹的神 阿们 感谢主 让我们相信吧 让我们抓住吧 是的 刚才我们分享 关于 哦 意志的 得见这 意志是神迹 但是神迹不只是意志 在生活中 我们需要他的神迹啊 哦 一个情况 一个突破 哦 一个 一个 一个危难 神能够行神迹 马可福音 十章 二十七节 马可福音 十章 二十七节 这里呢 我们再一次也一起来读吧 哈利路亚 让这成为我们的 我们的经文 成为我们的应许 成为我们灵里面的力量 阿们 所以 一二三 在人是不能 在上帝 却不然 因为上帝 凡事都能 阿们 所以不管是什么事 在神 凡事都能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行神迹的神啊 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 相信他的人 阿们 相信他的人 凡事也都能够 感谢主 感谢主 让我们抓住吧 让我们相信吧 也让我们来经历 上帝 凡事都能的神迹 丰盛的神迹 感谢主 的的确确 因主活着 每一天 我们信靠他 我们也来经历 他丰盛的神迹 感谢主 那说到这个经文 因主活着 因主活着 我想有一首诗歌 弟兄姊妹们 如果信主 有一些年份的话 应该都有听过 这首诗歌 因他活着 阿们 那 就算没听过 参加追事会的时候 可能也唱过 不过这首诗歌 真的真的是 带来很大的鼓励啊 那这首诗歌 可能你会以为说 它是可能是很多很多年前写的 其实不是哦 这首诗歌 是在60年代末的时候 写下的 是美国一对夫妇 叫做比尔盖瑟 跟他的妻子 格罗利亚 夫妻两个人的 共同谱写 共同谱写 那 对我们先看歌词吧 歌词 神赐爱子 他名叫 耶稣 他赐下爱 医治宽恕 他舍生命 使我得拯救 那空坟墓 就是我得救的记号 哈利亚 然后副歌说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我深知道 他掌管 明天 生命 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那刚才我提到说 这首诗歌 是美国一对夫妇 他们 共同谱写的 那他们仍旧来活着 你知道吗 仍旧来健在 那今年呢 已经有80多岁 80多岁 那在他们 这服饰的 这些 过去这些年里面呢 写了超过600多首 七百首的这些诗歌 感谢主 那这首诗歌的写作呢 很有意思 就是在196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呢 那时美国就面对很多社会上的那个 那个动荡改变 那时就是很多那些 hippies啊 然后吸毒啊 然后那些无神论主义啊 新奇啊 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公开说 哎呀 上帝死了啊 什么那种那种很亵渎的话等等 那当时呢 这座妻子的正怀作第三胎 就是他们正怀胎 就是他们第三个孩子 然后先生呢 比尔 当时患了 患病 就是一直咳嗽的 一直咳嗽的一种疾病 那正在康复当中 身体很虚弱 然后妻子呢 正在怀孕 同时呢 他们又面对了很大的挑战 就是面对了人们的 的一些指责啊 然后指责他们 指责教会啊等等 然后一些莫须有的指控 所以在各个方面 真的是面对好大好大的压力 然后当时呢 就是有一天 就是刚好在那个 除夕 那个除夕 也就是12月30日晚上 然后做妻子的 就是晚上的时候 坐在客厅的时候 心里面就 有点难过 就想做这一切 想做他们所面对的 这些问题啊等等 然后我心里面 就有这样一个念头说 哎呀 这样的一个世界 哦 这个孩子诞生下来 哦 好像 好像 哦 好像 让孩子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 好像对他很不公平 这种念头 但是就是他在心里面 这样子的 难过 悲观 灰心的时候 忽然之间 感谢神 圣灵呢 就来感动他的心 圣灵就来安慰他的心 就这样的一句话 因主活着 因主活着 哎 心里面忽然之间 平安 充满了他的心田 一切的黑暗 一切的灰心 忽然之间离开 因主活着 主耶稣活着 主耶稣活着 我能够面对这一切 结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感受里头 他有一个感动 就写下来这首诗歌 因主活着 因主活着 我能够面对 明天 是的 因耶稣活着 我能够面对 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啊 弟兄姊妹们 因主活着 我也要活着 因主活着 我能够面对我能够面对这一切 感谢主 感谢主 这首诗歌 就很多东西都自己动手来做 然后他们就铺那个水泥灰在地上等等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们很惊讶地发现说他们铺的那水泥灰呢 竟然就有一个小草竟然突破那水泥灰呢 长了出来 就好像你在路边也是说你看到那些空溃那些水泥突然间就裂开 然后有一树小草就这样的长了出来 但他现在想到的时候就想到 那就是生命的能力 阿们 生命胜过死亡 哈利路亚 生命能够突破 能够突破蓝主 能够突破那水泥 生命能够突破 哈利路亚 生命能够长大 而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能够突破 因此这首诗歌被写作出来 感谢主知道今天成为成为 哦信徒何等莫大的安慰啊 感谢主 所以今天让我再一次的来鼓励弟兄准备吧 让我们一起来 来信靠耶稣基督 来认识耶稣基督 阿们 让我们也来经历 也来活出他所赐的大胜 兴亡奇妙的生命 阿们 哈利路亚 不然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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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